万锦象棋会和多伦多象棋会 为了使当日举行的四个城市象棋对抗赛 办得更加有声有色 特别邀请中国棋王许云川做嘉宾 做表演赛和棋王签名会 许云川特级大师 曾六货中国全国象棋个人赛贵官 三货世界象棋锦标赛冠军 他对有机会来多伦多表演棋艺 指导加拿大的象棋爱好者感到兴奋 我这次来最大的感谢 就是这里的象棋氛围特别好 在这边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棋友 他们对象棋的热爱也超出了想象 多伦多以及万锦市象棋协会负责人表示 参加协会组织的象棋赛的人很多 大师的参与吸引了更多棋迷 这无疑会促进加拿大象棋活动的蓬勃发展 很多棋友通过跟他一些学习 确实是这次不单单从技术上有了提高 还有对其一的应思 这个理论上也有很大的提高 在万锦市新旺角广场举行的车轮战内排赛 本地骑手经过几轮厮杀后 几名最佳骑手同许云川打内排 结果大师以一对二十进行车轮大战 取得18胜二合的战绩 凤凰卫视记者腾龙琴在多伦多报道